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篮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跟您介绍的是 太极拳 大家都知道 太极拳在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非常悠久的 那在练习太极的过程当中 可能每个人遇到的问题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 打太极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嘉宾 我知道练太极都有一段时间了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的功夫好不好 好 来 欢迎四位 欢迎四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的节目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太极拳它特别哲学 那太极两一共同体 你中学我 我中学你 这不是哲学最基本的东西吗 我就是最近 就从这几天才捡起来去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练的是长拳 练的长拳 那个到五十来岁的时候吧 就是跳不动了 高难动作做不了了 这个就开始学太极 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但是说实话 作为外行人 我就看一外行的热闹 内行是要看门道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内行人 让我们欢迎 陈世太极第十一代传人 新议会员第二代传人 卢春老师 欢迎卢老师 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这也是打太极的礼仪 上来我们先抱个拳 行个好问候一下 那刚刚呢 我在看几位打太极的时候 非常的投入 目不转睛 因为我感觉到几位打得都好厉害 是啊 我们现在全民都在提倡打太极拳 一个是调节我们的气息 调节我们的身形 调节我们每一块肌肉 胎拳呢 它应该讲的就是身 心 意 气 力 合在一起 这个打的 打太拳当中呢 其实就是一种修行 在打的当中呢 把我们的身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在呼吸当中使我们的经络 逐步地通畅 逐步地使我们的病肌得到改善 但是如果要是练得不太好的话 或者是我们练得不到位的话 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 健康隐患和健康问题呢 是 有很多人呢 由于这个方法不正确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他头石无门 练得他说膝盖不好了 还有人练练的头疼了 还有人呢会出现眼积 或者是身体不适 或者血压高了 其实这个不是练拳本身不对 是我们这个个别人 他的方法不对 等于好的东西呢 他也没练好 这个姿势呢 有的过于低 有的呢过于快 有的追求功夫 还有的人呢追求这个数量 这些呢都是在练拳当中的 这个自我的弊病 明白了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就请卢老师呢 一一来为大家讲解和纠正 那咱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容易出现的小问题啊 练习太极拳只能养生 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太极拳就是养生拳 你看就是本身动作又缓慢又舒缓 就这个拳种嘛 就太适合 就我确实我这个岁数 我觉得我练太极拳有点太早了 其实不然 不行吗 不然不然 我就不同意这个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 太极拳是能养生 但它绝不只是养生的这么一个狭小的范围 那您觉得呢还有什么作用 表演 现在世界上有武术表演 其中太极拳表演 那是绝对精彩的 各种姿势 各种功夫 你看春晚都上了 对 那个太极拳行云流水 多漂亮啊 它是一种表演 另外 鸡鸡 你打 就是有防身和攻击的作用 两人对手打架 那太极拳太厉害了 如果是你有时候靠不了他身 你像卢老师这样的 你靠不了身根本就 所以他鸡鸡性也很强的 我就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今天就得跟卢老师 面前摔一根脑 那会儿绝对给你这个机会 那大家对于这个观点 态度非常的明确了 卢老师 那您对于这个问题 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呢是双重性 它既可以防身 又可以养生 又可以去病 我觉得它是古人 跟我们传下来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药方吧 就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适合的医药方 这个拳谱里就说 太极者阴阳之母 动静之鸡 它不是单纯的说打架 打人 但是呢 有人欺负我 我也可以用太极拳来防身 来预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们在看打太极的时候 这一朝一世 都是非常的柔软的 就像流水一样 像浮云一样 可能感受不到它的力量 对对对 这不是有不服的吗 是不是这样 小燕 不服来战呢 是的 太拳呢 它叫讲理的文化 我们来个文笔 你看我们打太拳 打那个拳击散打 都有那个 我们打着打肘是吧 吓死我了 没事吧 小燕 和平的推呢 就是你比如说对方推我 我真是假 别别别别别别 你别摔了没事吧 不不不 等会儿 我不是摔不摔的问题 我没明白怎么摔的 咱可一点拖的这个感觉都能有 一点拖咱们不改的 就是这样 我跟卢老师就没准就直接就 对 就使劲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不是拖 你感受到 GG的那个效果了吗 对对对 是能感觉是 这样跟你叫几个帮手 二位 帮吧我 我让人走了 就还是推吧 这样推呢 因为它伤不到 来 来 这么点时间 一二十 再来GG 天啊 太厉害了 要给卢老师掌声 也给我们三位掌声 小燕 我们可以往这团来切会儿 我跟你说 主持人 这边呢 这边呢 不像确实是 快晕了 小燕 你刚才推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跟你说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不是说没有劲儿 是那劲儿它使不上 对 怎么使不上呢 比如说咱们平常来讲 使劲儿这都能使劲 你看这劲儿明显 在人家身上 然后你就不知道这劲儿 往哪儿就出来了 滑走了 对 你推不着它 你比如说这一块 一个麻袋在这 你可以也推着它走 你可以掌握住 这个吧 它划你 你怎么推着使不上劲 它能过去了 它找不着那个点 就是被卸走了 对了 这话说的特别好 卸走了 卸了 就没有了 找不着 来回一晃 我们再个俩人 也推不上它 那我现在感受到 其实太极的这个G7的效果 并不是硬碰硬地 直接去打 强打 对 而是把你的所有的劲儿给 化掉 弄走了 化掉 卸霉了 霉霉 就是对方来历力大 我们就不跟他去拼力 就是充分地表现 中国人这个智慧和思想 他不去硬拼 不去硬斗 叫迂回战术 是吧 辛苦卢老师了 也感谢我们三位 付出了这么大的辛苦 卖了这么大的力气 为什么太极还会有这种 很强的防身的效果呢 你看太极图 就刚才像你说的似的 它不是跟对方硬拼 它是一个圆的 这圆你打哪个点 就像一个球 你搁在水里 你想往水里 给它把球处下去 你是很难处下去的 除非你找它重心 其实太极拳 就是在偏离对方的重心 就不让你找到我的重心 而且在对方没有出力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对方了 不是出力 出的是意 叫意气力 所以他在全练习当中 首先练的是意 然后练的是气 最后才是练的力 我们一般人见到的都是力 力的东西它比较明 还是要用意来支配我们的力 再一个需要我们在练功当中静心 需要在静心当中去调打我们的气血 调整我们的呼吸 调整我们的思绪 因为练拳本身就是一个修行 修是修正自己 修正我们自己的身形 这是古人的非常好的文化 叫无一日三省无身 我们练拳当中就是一个检查自己的过程 明白了 就是大家认为 其实打太极只有养生的功效 并不尽然 如果要是练对了 练好了 练到位了 那我们同时也是具有自我保护和积极的效果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太极拳的第二个困惑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有关于太极拳的第二个困惑 很多人都说 练太极拳会伤膝盖 王老师 我想问问您 您已经练了四十多年了 您的膝盖现在好吗 要的 反正这个膝盖 你要说起了很多因素 那你不能归结为打太极拳 打太极拳是 它有一个蹲的深浅 高低 前后 左右 这都有关系 另外你的肥胖 你的消瘦 这跟你的支撑的压力 什么都有关系 你不能说练太极拳 就伤到膝盖 那是你自己不得法 我是这样觉得 我还是相对 我还年轻嘛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 就是在练太极拳也好 练各种拳法的时候 确实有时会感觉膝盖不舒服 尤其是站桩的时候 然后你在起来之后 突然就觉得吧 人家站桩站完之后吧 都挺松弛的 然后站得挺舒服 我这站完之后吧 俩腿吧 就回不过来弯了就 不灵活了 对对对 有点僵 对 玉峰阿姨 您的感受呢 膝盖如何呀 我刚开始练书吧 就看着那老师教的 就蹲得特低 我也就模仿 那会儿有书 好像有点扭一下 就最近练那个 我就稍微抬高一点 因为素质大了嘛 现在膝盖还好 还好 反正是练武术吧 年轻的时候练的是坐牌啊 架子特别低 蹲得比较深 就容易伤着膝盖 就是说你自己练的时候 一定要活 就叫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所以说呢 如果伤着膝盖了 说明你练得不得法 但是卢老师啊 很多人也都反映 其实练太极的初衷和目的 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嘛 但怎么打一打 反而把膝盖给打疼了 所以对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吧 不对 首先呢 跟胎拳的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呢 就是它势子太低 或者是在练胎拳当中呢 有的势子不对 你比如说 我的膝盖过去也不好 我是怎么不好呢 我是练散打 练摔跤 练散打的时候练边腿 打边腿 对啊 把这个内刃带 内刃带都伤了 俩内刃都伤了 到冬天的时候 膝盖就肿 肿挺厉害 那人都说 胎拳可以治疗疾病 我呢也比较宁 就说 我就天天练 那越练越厉害 刚开始 越练越肿 后来我就自己找 首先 我们不能脚都过一过大 这样呢 我慢慢调解膝盖 调解调解 它就恢复了 它就慢慢 这个肿也消了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 通则不通 通则不通 其实练太一拳呢 它在缓慢训练的当中呢 只要你姿势正确 它能使你的微循环 和经络 慢慢慢慢打通 打通以后呢 所以就不疼了 慢慢地不疼 那我们得看一看了 大家出现膝盖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练得不得法 谁先来到台上 让卢老师帮助 纠正一下 我还是我先来吧 好 你来一下 卢老师 刚才我这腿啊 让您打 就是碰瓣 碰瓣了 我倒想问一个 什么问题呢 您看我们这个 太极拳也好 还是起势也好 还有我们平常练功的时候 都有一个站桩 这个站桩啊 说着容易就跟着站着 但是实际上要 我知道要站对了 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就是站 站桩站时间长了之后 然后这个膝盖就不舒服 站桩呢 膝盖首先不要超过脚尖 像这种姿势 就是膝盖呢 这个角度比较大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尤其岁数大的 它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要摆这个姿势呢 首先调整这个下额 下额微收 对 虚领顶静 往上顶 然后肚子呢 不要往前挺 舔 对 不要往前舔 胯呢 像做一个高板凳 对 微微地虚坐 所以我们站桩的时候呢 首先要追求的姿势 姿势不要太过 对 再一个呢 就追求静 身体静 舌头抵住上膛 舌头要抵住上膛 两眼呢 微微下垂 留一条小缝 对 下额呢 不要往上 不要往上舔 对 微收 如坐乙壮 腰呢 刚才我们说的 膝盖痛 有的人是腰椎的问题 所以这个腰呢 减少腰椎的曲度 这曲度越小 它这个应力集中越小 让我们这个腰椎呢 就不容易受损伤 它这个 如果要是站得特别深 站得下盆这个 这样其实站不了多长时间 对 如果是刚才这种姿势 调整完了以后呢 其实这个 如果按我来讲的话 应该站到15分钟到20分钟 应该问题不大 不要求时间特别长 而且这个实习上来讲的话 是比较放松的 它不会有一种 我也是有看很多 他把这个东西练得特别紧张 这是举缸嘛 泡缸 对 还是挺好的 谢谢老师 这就慢慢调整 对 玉峰阿姨愿不愿来感受一下 看看您现在 这个有没有出现 姿势上啊 运动方法上的一些误区 让卢老师帮助调整一下 玉峰阿姨 您可以先做一遍 您平常都是怎么打太极的 好 它这个叫做盘 OK 这个我们练扇的很 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做盘的动作 其实到岁数大以后呢 你就不用去 真的要深蹲了 你可以架在这个膝盖上 可以架在这 你要深蹲呢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为了训练 为了把身体练好 你不要去追求动作的角度有多大 我非得要深蹲 到岁数大以后 那肌腱呢 它都脆弱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动作 不要太低 对 不要太低 这也是保护自己膝盖不受伤的方式 好 辛苦了 宜峰阿姨 我们可以先回到座位 其实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各有各的错 那我们想看一看 您在打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站桩的过程当中 用什么样的方式 尽量保持自己的膝盖不受伤呢 我们站桩的时候呢 它讲几个字嘛 叫含胸 胸往里含 微微含一点 拔背 提缸 吊顶 对 这个提缸吊顶呢 吊顶是 好比有一个神 在天上吊起来了 对 往后 下额呢 微收 舌头抵住上膛 这个上膛呢 是 也叫雀桥 是沟通 任督二脉的桥梁 对 往后 这个腿呢 微微有点虚 对 往两手呢 可以这样占无极装 初恋的这个 朋友呢 可以占无极装 对 无极装呢 也是全身放松 身体呢 不要僵尽 不要有顶 顶偏丢炕 这个舌头抵住上膛 这个是三元式 也叫膏装 这个装呢 比较累 又感觉 占得有点酸了 一般占个十五分钟左右 然后 就占中装 对 也是占中丹田的 对 也是抱一个球 也叫捧月事 一想捧着一个月亮 圆圆的 把自己都照亮 对 全身呢放空 思想放空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往这样占呢 它就不会使你乞丐呢 就是负重太大 每天早晚 一次呢 占 刚练的时候呢 就初学者 占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假如说我们经常占 也有适应了 膝盖适应了 那可以占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基本就这样 大家都掌握这些精髓了吗 回去之后 要在细练的过程当中 慢慢去找这种感觉 尽量让我们的膝盖 少受到压力和扭转的 这种冲击力 那接下来 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关于太极的下一个困惑 有人说 练太极拳的动作是 越慢越好 小燕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 张持有度更好一点 王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慢有功夫 还是要好 要否则的话 你没功夫慢不下来 是吧 你如果脚不吃劲 肌肉腿吃不住劲 站都站不住 那你就晃了 所以你要控制得住的话 所有肌肉都控制得 那还是高功夫 我觉得慢好 我觉得太慢了 显得有点 还是快一点 好 玉峰阿姨是个急性子 那五叔叔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也是 打太极是越慢越好 慢以后就是 一是调节你的气息 另外一个动作特别地舒缓 是吧 是 罗老师 您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是不是越慢越好呢 我认为应该是快慢相间 它不是越慢越好 太慢了呢 当然王老师说的也对 就是在练功当中呢 有一种练法 因为它是分练法的 有一种就专门叫慢拳 有一种叫快拳 你比如说这个炮锤 我们在练炮锤当中呢 它有这个 你看它就 是类似披挂 披挂的东西 对 对 你看这个 它这个 你看 它都有这个 都有快拳 它其实是 一个是动作快 一个是眼神快 还有一个 可以伤到对方 你看 你看 这都可以 可以在实用当中用上 是吧 这个所谓的快拳呢 就是动作快了 但是呢 慢练的时候呢 它是仰往的身体 养我们的身心 最后慢慢 它就不动了 就站装了 但是它有这种练法 但是我们平常人的练呢 就是太慢了呢 它也受不了 再一个呢 就是太慢了呢 我们的动作可能就衔接不上了 所以说就是快慢相间 那我们 那我们谁愿意到台上来 请卢老师看一看 我们现在打的这个节奏 是不是适合 我先来吧 好 来 有请伍叔叔 我先打一个碰力解案 好 完了接云首 好 好吧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卢老师 您观察武叔叔的节奏可以吗 是 这个武老师打得非常好 我们台阶圈里讲 就在慢当中去寻找气的流动 在快当中也不能让它太快 太快你心脏的跳动 还有人的精神就太紧张了 是吧 那如果要是打的过程当中 特别地慢 特别地舒缓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台阶圈里的主要的东西 就是叫顶偏丢炕 什么意思 这里边你比如说挤 挤的时候首先保持中 速度要匀 不要太慢 你看这个看不出来了 就是太慢了 它有一个微微有一个速度的感觉 往后捋 再拉过来 在上步的时候也是挤 速度要匀速 对 出现这个太快太慢 和顶片丢炕呢 都是一个病 不要更慢 你认为心脏跳动不是很快 而且非常平稳 你练完了以后非常舒服 这个速度就合适了 也不是更慢 也不是特别慢 也不是很快 就适合自己 因人而异 对 谢谢 好 辛苦 小小 您可以先回座位 刚才小月说是 打太极太慢了 觉得没意思是吗 对 要不然看看您现在的节奏如何 那你这年轻人就得快点 看看你的节奏 看我这个 你看我就这速度 我就这速度 陆老师觉得合适吗 要在太医前来说呢 有一点快 有点快 但年轻人呢 还可以 快呢 他也有标准 他打的这个是 low气药部 这个low气药部呢 首先呢 我们要有神 这神呢要有 再一个呢 你速度呢 要根据 当然说年轻了 可以快一点了 因为他年轻嘛 可以快点 但是不要太快 你要太快了 那个好 都急了 是不是 你心脏加速 这样呢 就是我们打着自己去找感觉 不能太着急 还有一个意识 你就意识过去 然后松 紧 这时候都要适度 都不能再 松 还 还泻 紧呢 僵 这都不对 我觉得刚才听卢老师说的那意思 你不管做什么动作 就是一个动作标准 心意合一 然后呢 还得速度呢 它是匀速适中的 打完之后舒服了 对 舒服 明白了 好 谢谢 所以您看 过去武林秘籍呢 光是有图 你要是照着图学 只能学一个架势 但是呢 现在咱们方便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连贯的视频 来给大家展现一下 那卢老师 我们想看看您在打太极的时候 节奏如何 跟您来掌握一下快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卢老师 我们想看看您在打太极的时候 节奏如何 跟您来掌握一下快慢 那我就现丑了 我们连贯一拳当中呢 这个启示非常主要 一定要把握好启示的这个节奏 和启示的这种圆润的感觉 启示不把握好 它往后练呢 就是比较难练 而且呢 要么节奏快了 要么节奏慢了 一定要呢 在启示当中呢 感觉到这种天地的能量 对 你看比如说 我们做的时候 它有一个松 沉 圆 河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 感官上的动作 让观众和这个边上的人呢 看见得非常非常顺 对 柔顺 你看 这就是刚开始第一个动作 往后 一起来以后呢 它有几个字 叫蓬极吕案 这几个字呢 要做好 你看 捧起来 这意识呢 都要想到 这出去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指尖 要前后要拔撑 要对拉拔撑 往后 拉起来 这时候呢 要做得非常圆 非常饱满 你看呢 不是非常使劲 其实是一个松沉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它呢 既饱满 又感觉上 有弹性 这种东西 但是你要做得不好呢 就出现非常慌张 非常紧 有人做起事的时候 他使得劲 哪都叫得劲 手也这么张着 有些人就是非常使劲 你看这样提 这也不对 放松 松 松沉 拉下来 挤出去也是 也不要使劲 你看也是放松的 意识呢 不能太拘谨 往远处看 意识往远处想 它有一个非常 这个磅礴 大气的这种意识 对 然后拉下来 拉下来的意识呢 要在地下 实际上深远 深和远 这种感觉 但你不能这样 那么又小 又萎缩 就是比较萎靡 这都是属于这里的病 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呢 你看 我们做一个正确的 就是我们练的时候 你看要大气 眼神和意识 都非常深远 然后再提起来 提起来的时候呢 也不是很过 但是呢 要有一个中正的感觉 然后意识 给它按到地底 这都是带气场 带光环的 看高人练习 就是有一种享受的感觉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视频呢 大家也可以回去之后 反复地观看 来掌握这个节奏 和动作的要领 那关于太极拳的误区和疑惑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有人说练太极的时候啊 呼吸呢 是越慢越好 王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 我觉得 肺活量大 而且把对自己那个 那个肺活量的 对肺的锻炼也有在这 我觉得越慢一点 吸得越足 憋得越住 然后呢 锻炼肺物的一张一尺 对身体有好处 这个我同意王老师 这肯定是越慢越好 因为练太极拳不能 就跑三千米 肯定是越慢越好 就是呼吸均匀 哎呀 就是 一会儿睡着了 那感觉才好 我觉得应该是越慢越好 吸足了 对 我觉得吧 越慢越好 就是 越撑肠了 配合动作 就是 我觉得是慢慢地 感觉那种挺好 如果你要是 呼吸加快 就是你跟你的拳 它就不是一码事 就是容易感到 就是感觉不是憋了 就是气不够用了 哦 好像我们都觉得 打太极的时候啊 呼吸要尽量慢一些 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态 更平和 也更能配合好 自己的动作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它不是越慢越好 哦 应该说是 在练拳当中 呼吸呢 它是随着动作 一伸 一长 一慢 一快 它就是 我们的动作 有可能快了 你比如说 有的动作 它比较 比较快 然后 它会有吐气 有发力 然后当我们 做匀速的时候 匀速的动作 其实呼吸 也是很平稳的 它是随着我们 动作的这个运行 然后呼吸的自主 来往后 自主的调整 调整我们的呼吸 不是我们去 刻意地去慢和快 练拳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关注呼吸 不要太关注 它有时候打坐啊 或者有练拳 站桩 有人就专门 关注呼吸 太关注了 就我们叫直了 就执着了 这样时间长了 它就会憋气 就不能太刻意 要跟随自己 身体的节奏 有张有吃 那我们来看一看 刚刚呢 王老师说了 打太极的时候呢 您是尽量 让自己的呼吸 特别地伸长 特别地缓慢 那您可以到台上来 让卢老师看看 您现在的这个 呼吸的方法 是否合适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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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打得非常好 我们这样练就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野马分钟其实它是一个用法 就是对方过来以后 我用肩膀把它靠出去 这个腿我们就要买住 就把对方给扔出去 就摔一跟头就是 在练当中一个是要匀速 在呼吸 王老师特意地就是做了一个深呼吸 其实呼吸我们不要去太注重深呼吸 因为你太注重深呼吸 刚才我们说的就憋了 还有就走一个匀速 然后顶偏丢抗 刚才我们说过要保持一个中 它打的时候它有点偏 是吧 就是不要太偏 要走一个中线 然后最后这个亮相 在定视 定视稍微有一个挺胸抬头 但是不能这样挑 不过 所以中国这文化呢 尤其在太阳前中体现出来 就是一个中 它就是中庸 它不偏 不倚 不能过 呼吸呢 也是一个平稳 我们匀速不去刻意地呼吸 刻意地去追求呼吸呢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长 老师从那个养生的角度说 多呼吸一点空气的话 那么进氧量就大了 所以老师这样觉得 一开一合 一开一合 对 这样是对 对 这样是对 谢谢 但是就是不能太刻意了 对对 还是就是顺其自然 执着就质 它叫质 你执着的东西 它就呆住了 不动了 我老想了一个东西 叫执着 它就质了 质了以后呢 就形成不通了 它终于说 刚才我们说的通都不通 它其实是执着以后 形成经脉的堵塞 这种自己自我性 那你开了 你心开了 也是 打太枪也是我们在练当中呢 心胸都开 非常开阔 嗯 好 王老师回去 也是要慢慢体会 这个呼吸的奥妙 谢谢 其实刚刚我在观看 你们打太极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体会 无论是站桩 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 都会感觉到 有一种自然的气息 在全身 包括您身体的周围流动着 对 那包括这个呼吸 我们在站桩 和打动的过程当中 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因人而异呢 它都是随着我们的需求 因为你做动作 做快乐 做快乐的时候 虽然你看它打 它一圈慢 它非常慢 你看我们做的时候 也很慢 往后也特别慢 但是呢 你当 你当也真实用起来呢 就把这个速度加快 就跟我们的镜头似的 你可以放快了 可以放慢了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呼吸呢 也是随着动作的需要 人都有自主性 它自己就会调节了 不用去 我非得要深呼吸 我非得要憋着 这就叫病 就出现 首先自我的病态 然后出现实质的病态 所以我们在练当中呢 就是以自然为主 可以说有一不可言喻的 一种愉悦感 就是我们从心里头 生出来的一个愉悦感 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自己在练当中 体会到和悟到的 这是对身心非常有好处的 能达到一个高的境界 这恐怕就得在不断地 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当中 自己去体会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将继续请到 卢春老师呢 为大家就太极存在的 一些困惑和误区呢 帮我们来纠正和答疑解惑 那也期待您的关注 非常感谢卢老师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真的是受益良多 谢谢 那么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四位嘉宾 今天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